在2014年报警的时候 警察告诉我的父母 因为朱军的社会地位 我应该放弃报警 在2020年等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法院告诉我 卷宗里的监控录像 笔录都无法调取 在2021年的判决书里 在2021年的判决书里 法院说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而我提供的证据不足 我想要问朱军的证人 为什么要撒谎 朱军的律师 为什么连当天 他在化妆室的着装 都敢承认 我想问当年报案的警察 为什么要前往武汉 找我的父母 为什么迟到了七天 才去询问朱军 而我虽然每次都坚持来到法庭 可我见不到他们 问不出问题 所以我接受这个结果 而且我觉得 就是能够在法庭上 读完这番话 读完这番话 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法官在法庭结束之后 也跟我说 他说从一四年报警 到现在已经八年过去了 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的计划 但是其实我想说 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计划 我的人生计划就是 我的人生计划就是 把我自己奉献到这个爱子里面 然后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现在 现在是我 我没有办法 提起我自己的人生计划了 但是现在他被阻止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感谢有大家的支持 因为在法庭说出这一切 是不容易的 能够 就是能够念完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意义的 所以还是非常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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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